久未有主演作品《问世》的高元元这次终于要重新营业了 她复出演绎《完美伴侣》深陷事业和家庭两大战场 那高元元也是难得的对着镜头透露了她戏里戏外的婚姻经营之道 前不久 电视剧《完美伴侣》正式杀青 这部高元元的复出之作早在拍摄之初 就凭借优质的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赢得了大众的超高期望 戏里高元元饰演的律师陈山陷入家庭和事业的两难之选 仁在播所完美伴侣的养成之道 我已经跟你交换战场了 我把时间都给你为你服务 那你能不能去上阵杀地 能不能去收复师弟 你能不能不要去当什么发桃源 我一定努力做好希望 她是一个特别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 然后她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强势的 她其实包括她跟家人沟通的方式 都跟我特别不像 出道多年 高元元与演艺圈似乎总保持着一种 若即若离的状态 总说着自己没有什么事业心的她 在与赵又廷婚后 更一度淡出大众视线 转而经营自己的小家 尽管和赵又廷一起被大众视为模范夫妻 但在高元元本人看来 婚姻中也许并不存在什么完美伴侣 这世界上有没有完美伴侣 可能她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都在成长 然后都在往前走 每一个时期都会思考的东西不一样 遇到的问题不一样 我们与其说就是 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完美伴侣 不如说就是说两个人在努力 成为完美伴侣的那条路上吧 不同于戏中角色的爱情观 戏外的高元元并不认可互补的爱情或婚姻 反而将不一样视为内耗 她认为两个人步调一致 意味着更多的理解与欣赏 这也是高元元更加偏爱的相处模式 我们俩都是一个不发朋友圈的人 然后我们俩从认识对方十年吧 就没有换过微信的头像 一定是家里有一个人 是可以让我时刻做分享的一个人 我自己觉得就两个人 首先是朋友 你才能有更多话题 两个人更像 你才能目标方向更一致 然后认同度高吧 你才能够给对方更多的鼓励 可能就是刚好 我真的是很幸运碰到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相同点更多 在我看来是一家一大于二 在高元元看来 事业家庭双丰收的背后 是生活中一个人的成长 和婚姻里两个人的经营 而她的人生排序中 伴侣大于孩子大于事业 自我则米散在其中 可能我真的是一蛮无聊的人吧 你让我脱离伴侣孩子和事业 我自我的部分可能非常的小 然后我也有点无所适从 我的那种自我 迷散在这三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 我也没有觉得 所以可能一个小孩的到来 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不适应感 反而徒增 就是增添了很多的那种充实感 满足感 喜悦感就是 所以她帮我丰富了 丰富了我圈的那一大块 觉得我自己这种状态 我是很享受的 曾经 演艺圈最美女星 这个饱受争议的称谓 一度是高媛媛身上 最突出的标签 有人爱她清纯 却也有人觉得她寡淡 但不得不承认 高媛媛身上的标签 大多数都是与外貌有关 今年5月 电视剧《光荣与梦想》的播出 再次出现在荧幕中的高媛媛 就陷入了造型老气 皮肤状态不佳等勾病 很多观众都生出几分 美人耻目的感叹 我知道就是我是被 把外貌看作其他的东西 放在前面的那种演员 就是我是先会被大家看到 就有的时候 我也会心里有点失落 就别人都在看她 她好漂亮啊这个镜头 或者她这镜头不好看 她老了 然后她怎么怎么样 都在评论外表 外貌 对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落感 但是那个失落感是瞬间的 更多的是我的思考 就是别人为什么会这么说 一定是我没有更突出的东西 才会被别人注意到那个东西 那我能做到的 就是让别人看到 我其他方面 比这个方面能更突出的东西 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 但是我试图在做这件事 也有很多观众赞赏高媛媛 优雅老去的心态 毕竟真实的松弛 比虚假的完美 在这个演艺界更为可贵 而高媛媛自己也没有年龄焦虑 已经42岁的她 认为年龄的增长 反而让自己更加通透 也更有能力胜任丰富的角色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 一方面我们一直 我知道就是大家 其实都在呼吁给更多的 就是我这个年龄阶段的 女性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让大家看到 但其实真的已经有 非常多的作品了 这种所谓的大女主的作品 然后看到更多的 非常成熟的女演员的作品 不是野妈妈 只是唯一的一个出路 因为我觉得 影视剧的作品 其实反映的是 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 整个社会的现象 其实作为 我这个年龄阶段的 女性的这种分量 也越来越不一样 记者李培志